全身粉色系手脚短短 整个人员滚滚就像汤圆的卡比 要含头巾瓦豆鲁迪展开冒险旅程 新制卡比提降迈入30周年 任天堂也盛大庆祝 卡比变成音乐家手拿荧光棒 其他伙伴负责弹琴 打鼓 吹奏喇叭 新制卡比30周年要办音乐会 这次新制卡比的音乐会 找来三十四名演奏者 主城乐队 把历代作品的乐曲进行创新 现场荧光棒还能随声音改变 粉丝期待的还有 卡比的小小世界有声书 就算双脚沉重 身体疲累 卡比对新制果实的憧憬 还是没有改变 根据任天堂财报 发现Switch累积销售超过1.11台中 新制卡比探索发现销售最畅销 证明卡比圈粉无数 近期PS5的这款游戏也超行 与家人失散的流浪猫靠自己的力量 解开古老谜团逃离遗忘城市 PS5推浪猫动作冒险游戏 猫咪动作超逼真 吸引不少猫主持玩家朝圣 就连自驾猫咪也爱上 凭借猫叫声 在看着大荧幕的猫群身影 猫咪惊讶的整个人都趴在电视墙上 还有猫咪分不出现实而虚假 一直模仿游戏中的浪猫动作 让不少猫四主都小烦了 浪猫游戏很真实 让销售直直往上升 还有玩家发现PS5版本的小彩蛋 只要把PS5手把放到肚子上 就像是猫咪在自己的肚子上睡觉的感受 游戏动画走近生活 让不少玩家爱不释手 TVS新闻张家宝张琴台北报道